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 还不知道谁喝醉呢 你们放心 喝多喝少 我来买单 说 怎么个喝吧 咱们就玩七八九吧 逢八喝半 逢酒全喝 怎么样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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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浩子 喂 是我 您好 您好 您在哪里啊 好 好 好 我马上过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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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见 长城公司的 警总啊 下次有些得罪 我得赶快过去去应酬一下 要不要 我跟你去 你在这儿 陪陪这些客人 这都些衣食服务 咱谁也得罪不起 好的 晚上打电话啊 绝对 超可以 这儿 还有些不良的 геро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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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梦想外 哪怕池子能亮出新的平台 江山和平夕 那个好改 爱 爱恨恨的跑道上 谁在比赛 情感神秘 人生精彩 那种欲言能多多 心意的独白 欢乐和悲伤 是否同在 生个死的独窗里 谁去精彩 谁能让你等待 谁能与你共爱 热恋着别人的热恋 记得欢喜 记得乱 你能怎样离开 你能怎样回来 追寻着自己的追寻 不必彻 不必彷徨 不必徘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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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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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喝 喝 别喝喝 喝 别再喝 别再喝 不行了吧 我喝 喝 接着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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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吧 不行 还喝不喝 你来放你赢了行了吧 我赢了 我 我输了 我这输那输 我处处都输 我输给了你 输给了庄重 输给了林瑞秋 还有她的青桃骨 你别再喝了 您饮醉了 喝 喝 我没醉 我清洗得很 我知道自己 一事无成 我也知道自己一无所有 再请 请 同意好运 好了 别走 你叫我们摔跤的 林涟峰 喝 喝 喝 酒 喝 酒 等会儿 等会儿 我 这边怕了 好 别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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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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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南风 林总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没事 林总 我心里不痛他你知道吗 我不难受 上我车上去 我送你回家 走走走 林总 用不着 我告诉你 我还是自己的方法 走走痛他 我送你吧 没事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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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呃 呃 吧 陈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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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姐去哪里啊 跟着前面那辆车 一步也不能拉架 不好意思 孝姐 我得问问清楚 这种事情 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 小姐,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閉上你的嘴 謝謝,我閉嘴,我閉嘴 你才能從小到尾巴 你不舒服 haven't you yet? 正好 是我 我想回来了 怎么样 这一整天的应酬 太累了吧 去不去 我去陪你 师兄 我今天呢 我有种感觉 我发现你特别的漂亮 真的 师兄 有人敲我们 你先别料啊 我去看看啊 你千万别料啊 来了 你找谁啊 您是庄仲先生吧 我是 可是 我不认识你啊 你有什么事情 我找你有点事 找我 你是公事还是私事 如果要是公事的话 最好是明天上午到公司找我好吗 是私事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您总不能让一个公司 跟女士 站在门外说话吧 那 那好吧 请进吧 那个 你先坐一会儿好不好 我先把电话打完啊 哎 哎 志秋啊 嗯 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因为我来个客人 哎 这么晚了 谁呀 哎 我听上去像是个女人的声音吗 嗯 是你 但是我不认识 她说她认识我 我都不知道 哎 你干什么啊 喂 庄仲 你太没良心了 你和我这种关系 你怎么能说你不认识我呢 我在哪儿认识你 你是谁呀 请您别打搅我和庄仲的好事好吗 谢谢您 再见 你是谁啊 庄仲 庄仲 怎么回事 我说你想干什么你 我什么也不想干 我只想来看看你 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我的 你再想想 去年上半年在北京 北 北京 对呀 那你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你的名字 又怎么能知道你的宿旨呢 是啊 我正想问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呢 是你亲自给我写的 我什么时候给你写的 去年 去去去去去 你再好好想想 去年 去年 智秋啊 庄仲 那个人走了吗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他怎么还不走呢 我正想跟你解释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认识他 他怎么胡 喂 你干什么 丁智秋 我知道是你打过来的 都说哪人细心念旧 我告诉你 我给你提个心 你千万别伤得到 他说什么 周周 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说 你说你不认识我 你说呀 你跟他说 我说就说我不认识你 他认识我的 而且我们认识快一年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认识一年了 去年在北京 我们住在一个饭店 不过一天中午 我们都在吃饭 他就看着我笑 然后 他就请我 到他的桌子边上坐下 然后我们俩都喝了很多的酒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请我去他的房间 再后来 您想听下去吗 智秋 你不要听他的 庄仲 庄副总 你敢对你的上司说 你去年没去过北京吗 你别这样好不好 庄仲 你认识我的 你干什么 你认识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庄仲 你说过的 我 我 我不认识你 你这辈子 永远不会忘记我 信什么 叫什么 你是不是 你轻轻速速对我说过 对吗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你是精神病吗 你快走 你快走 你 你干什么 庄仲 你别了吧 我就是来看看你 你是不是一点都记不清我了 我求求你 我真的不认识你 你是不是搞错人了 我让你恢复记忆 你把衣服穿上 你快穿上 不 你不要再脱了 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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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穿的也是黑色的 你把衣服穿上 我的裤衩也是黑色的 你说你最喜欢黑色 你说那儿最性感对吗 我多才说过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给我出去 出去 谢谢你 庄仲 你站住 你站住 我大概想问你 你到底去干什么 你是谁 你为什么这么坑害我 你说 你为什么挑拨我和林志秋的关系 你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一切都不很重要 我和孟静静静静 我很开心 是的 我非常地高兴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好好好 你说得太好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高兴是不是 你不是要脱吗 好 我让你脱 不 你别这样 不 不 求求你别拍我的照片 我求求你 你往哪儿走 给我拍照 我让你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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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女士 现在他们摆人 在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事吗 有事吗 没什么事 我今天有点喝多了 我这心里边难受 我想跟你聊聊 可是这么晚了你都没回来 我倒有点放心了 所以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呢 陈渊 出什么事了 请去说吧 我今天实在是 实在是太倒霉了 就这样 我只好 我只好 我只好跑回来了 就这样 我只好跑回来了 陈渊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太蠢了 实在是太蠢了 但是男生说得对了 女人 女人确实是没有本事 我本想是让庄重上钩的 然后再想办法左右她 可是你总不想想 万一庄重欺负你 结果是她根本不理你 你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是真心 我是真心想助你一笔之力的 你听着 你这么帮 这会越帮越忙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替哥哥报仇的事就交给我 我会有办法的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 庄重太厉害了 你斗不够她 谁说我斗不够她 她有个什么厉害的 不就是仗着跟林志秋 和关系亲密罢了 那又怎么样 难道我就不能追林志秋 骗林志秋吗 让她也为我心动 让她也听我的话 如果林志秋能爱上我 那还有这种什么事 你又让林志秋爱上你 我是这么说的吗 走 走 电话 没有 谢谢 赵敏啊 那个 今天是不是有个姓王的 现在来找过吗 没有 怎么觉得应该她回来啊 张德鲁 我上次两万快递呢 我先过去啊 张德鲁 好 好 庄总 你怎么不挑门就进来了 直秋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鸡 可昨天晚上这事情确实是误会 误会不误会的我没兴趣 我现在正在忙 请你出去 直秋 我真的不认识她 不过我想了一想 也许是你认识的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的女人我怎么会认识的 就此理 直秋 你是知道的 我的感觉一向很准 你看吧 李南山的老婆 我猜也是她 天哪 我想很多人 都不认识 происходит 我现在的女生 人家都不认识了 那天哪 你能不能带她 你不得交养 他才能带我 他的女人 和她的女生 还不得交免 她的女生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平白无故的 他为什么要勾引你啊 还编出个故事 说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在北京偶尔相遇 我们又在一起喝酒 又在一起吃饭 又在一起上 一起上床 开始我叫他给整懵了 实际上编个故事很容易 多看见好莱坞大片 什么都知道了 你说奇怪了 你跟他八辈子都挨不上边 他为什么要勾引你呢 我看 这里是有企图的 也许是冲 你是说冲着我来的 我现在也不明白 不过无风不起浪 不知就 不知就 从此以后 你也好我也好 我们都应该提醒了点 好吗 吴先生 其实我早都想去你那儿看看了 可是一直没空啊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今天 那行吧 我安排一下 如果能来我再告诉你 好吧 再见 叫秦涛光进来 周总 是不是喝茶去啊 喝茶就算了 咱们还是先到兴部的那儿去看看吧 他又来电话催了 周总 要不要再泡泡他 他越没耐心 我们就越能谈个好价钱 我看差不多了 对了 唐光 叫着林晓东一块儿去 周总 谈生意挺枯燥的 林小姐去了反而不自在 您说呢 那就算了 咱们走 好 听诚 小东啊 你们去哪儿 我去做比大生意 真的啊 我进了公司以后 你还没做过什么生意呢 我周天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走 今儿我带你去开开演 我才不要开什么演呢 我是闲得无聊 白白当了一个多月的副总经理 我这一张道真真是好几十万啊 今天应该得怎么样 你看看 二十多万 楼上看看 我们这里一共有五层 我们就休息 来 周总 我们到楼上再看看 我没有骗你吧 这里生意啊 一直是很好的 这个是理疗室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啊 这里还有棋牌室 你好 还有影室放影间 那边还有 简直就是聚宝盆啊 每天那么多客人 那你不是发死了 是啊 是啊 戏发起了 发得很大 周总 你再看看 这是喝咖啡的 这里面 还有 你看 是新的了 周总你已经看到半天了 到底感不感兴趣呀 我们周总 兴趣还是有一点 关键 看价钱是不是合适 你吴老板 开口就报五千万 太过分了吧 哎呀 一点也不过分了 你看我这里 事口这么好 我装潜就花了三千多万哪 再说地价吧 少数也只三千万吧 三千万加三千万 那就是六千万 你吴老闆报五千万 要不是吃大醉 哎呀 明年不说暗话啦 要不是我全家到加拿大定居 哪个舍得卖掉变现呢 吃点亏嘛就算了 可是你们不可以再割我的肉啦 好了 说个实价吧 四千九百万不可以再少啦 只少了一百万 你把我们当成要饭啦 嗯 周总 你说 林总 老公 我们走 哎呀 等一等等一等啦 生意不成人意诈 吃个变胖总是口语值啦 我是个生意人 哪有闲工夫跟老兄弟吃饭啊 走 四千五百万吃不吃 谢了不吃 四千两百万好不好 不吃 四千万的 二千万的 漂亮 太漂亮了 我刚才都听呆了 周总 其实你还得向外走 要是到大门口 没准啊 他还会报个三千万 他会报三千万吗 肯定会的 我看透了他的心思 你想啊 他催我们来 就是打算今天出手的 狮子大开口 也是想让我们 拦腰砍一刀的 小子 你还嫩了点 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们走到马路上 他就只要两千万了 走出一里地 就只要一千万了 等我回到公司的时候 他就会白送给我了 你 不管秦涛光怎么说 我还是觉得天车很了不起的 吃饭吧 不吃 吃不吃辣 不吃 一下子就省了一千万 一千万呢 能买多少辆小车啊 还是小冬有眼力 是 阿光 你尽管出道走 可是要比灵气的话 你还真不如小冬 是 是 周总说的是 平常 你平时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啊 这就叫做 涛光你听着 我又要说句名言了 这叫做 赚大钱的不费劲 对大进的不赚钱 怎么样 我这话够不够精辟啊 那句话 不不费劲 敬疲 敬疲 小王怎么样 我看 去去去 晚期一下 你走了 就这样啊 走 哎 张铭 伯伯 是给员主吗 嗯 我去给他送货 我正好找他有事了 好 来 好的 我晓得了 好 好 再见 林总 来 吃饭吧 真是不好意思 怎么能麻烦你呢 别客气 我正要找林总有点事呢 我先生命一点 我说的是私事 不是公事 我知道公事 应该找庄总谈的 虽然你的工作 由庄总分管 可如果你有事的话 还是可以来找我 来 先生 你说吧 什么私事 林总 其实 我一直很犹豫 既想找你 又怕你拒绝 拒绝 听上去好像 你想请我跳舞 不不不不 林总 不是跳舞 我只是想请你一起 吃顿饭 我天天都在应酬 一提吃饭我就头疼 免了吧 林总 其实吃饭呢 只是一种形式 有的是应酬 有的是答谢 而我呢 我只是想有些机会 和林总多点接触 我总觉得 自己尽景清是缘分 认识林总也是缘分 工作上有了失误 林总没让我离开公司 还是缘分 看样子 你不光小心我吃饭 接下来是不是 还想追求我啊 不不不 林总 你别误会 我 我只是开玩笑 我 我没有误会你 一样 林总的眼睛 像刀子一样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什么时候 什么 什么时候 你想请我吃饭 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林总 如果您愿意 今晚行吗 今天晚上 嗯 我看看啊 今天晚上 我有时间 谢谢 晚上见 晚上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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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秋 晚上如果没有什么安排的话 我们在一起吃饭好不好 对不起 已经有人请我了 谁呀 蓝峰 他今天中午啊 专门来找我 说无论如何要请我吃晚饭 他想干什么 你别紧张 我想他就是想跟我搞好关系吧 没有别的意思 不行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吃饭 你吃醋了 不是 我吃醋 他这个人特别贵 我为什么要求封门他的工作呢 就是让他离远远一点 这是 我也不能就失信于人呢 你 你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南先生 非常不好意思 我要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请林总吃饭 恐怕是请不成了 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件很急的事情 恐怕你要加班了 什么事 市场开发计划的问题 市场开发计划的问题 希望你今天晚上要把它赶出来 没问题 我开个夜车明天就给你 不 三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开了 怎么 南先生不愿意吗 不不不 坐下 张总 我马上就去饭 好 林总 对不起 我临时有点事 只能失约了 双冲 这是怎么回事 正常的工作安排 他总不能不听我的话 好了好了 走吧 庄庄 你吃醋也吃得太过分了啊 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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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么堵车 咱们也别到外面去吃了 去我家吧 我煮面条给你吃 好吗 真的 我这儿正是求之不得啊 生意盘成了 咱们得好好幸福幸福 小董 你出 这儿怎么幸福 坐了一整天了 我的脚都麻了 我现在比较痛痛快快地去开车了 放我家 拿了 小姐 这儿的生意怎么样 生意都还好 周总 还是你陪林小姐吧 我先走一步 小董 谁 你看 你那个妞 泡得怎么样了 不瞒周总 快尝了 好 那就让你们各得其所 小冬开车 你去喝就好 你干嘛 我陪你啊 你这车级也不高 什么话呀 我驾照都拿到了 你的驾照是花钱买的 小姐 我不管 反正我要痛痛快快地开一会儿 你找个地方待一会儿吧 我一会儿来找你 真不让我陪你 好了 你放心吧 那你当心点 好了好了快关门吧 蓝先生 你怎么又回来了 别提了 我那个顶头上司啊 不想让我喘气 怎么你也在这玩儿 快完了 你饿吗 蛋糕 谢谢 还有 呢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们公司啊 原来有个朱小姐 她上班老是迟到 庄总就让林总 炒了她的鱿鱼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她 她悄悄对我说 不说了 让老板知道不好 你放心 我不会说的 朱小姐说啊 我们两个老总 都是男道女昌 林总不知道 有多少个男人 庄总呢 看上去 追林总的时候 像个纯情少男 实际上 已经有老婆孩子了 真的 谁知道 反正朱小姐是这么说的 也许 她恨两个老总 故意照他们的谣也说不定 南先生 我可是把你当朋友 才告诉你的 你可千万不能往外说 好 我知道 好 来 哎 耶 过瘾 您 您忙 我走了 再见啊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好像没有义务 向中总会把我的私事 这事呢 你先去跟我们谈话 我会把我们谈话的听话告诉你 不 我不回去 我要在这看看 您俩是怎么谈的 把这花儿给我扔掉 扔掉 穿过蜜蜜 这有何必在问 我没撒谎 你真没撒谎 你要还认我这个姐的话 你就跟我说实话 老太太 你这是自己厕着二号的吗 相互就是 相互就是 我是穿而你是毒 相互就是相互 哦哦哦哦哦哦 都请问你 准备这些天 可干辜负吗 有你有我 何必说寂寞过度 谁来是我 何必说惆怅飘忽 相亲相依 是活得还是付出 苦苦等待 是痛苦还是幸福 悠悠岁月 慢慢心疏 荣经沧桑 走在旅途 注定是你 注定是我 生在今世 成为相互 相互就是 走累了伸手相互 相互就是 走远了 一起回顾 相互就是相互 天使这奔远 谁肯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